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一起再继续来探讨《华音经》 《善才童子》五十三餐里面 我们已经介绍到第二十四位善知识 就是《狮子平生比丘尼》 那在上一个单元 我们已经有介绍到善才童子 他到了《狮子平生比丘尼》所说法的日光源 那他先观察这个日光源里面的种种殊胜的这种环境 也就是我们说的衣报的部分 那就好像天的这样子的一种美妙的境界 这个树、花、水池、地也都铺满了很美妙的衣服 都能够随着我们走路而下陷跟回复 那尤其这个圆叫日光源 所以这个圆里面的光明片照 像梵天王的天宫一样 那这个是衣报的部分 是我们上一个单元所介绍的 那我们现在接着要再继续 那这个部分也是善才童子他观察 这个部分就是先介绍善才童子他自己观察整个环境 那接着就是会介绍他所观察的 这个所听法的这些大众 然后就是介绍狮子平生比丘尼 他的说法的内容这些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继续这个部分 那我们就依照那个经文来介绍 那我们三称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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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见到大圆无量功德 就是指这个日光圆 那无量功德就是这一些的树啊花啊 种种的这些环境 那很庄严 所以这个也有功德 那么有种种的庄严 那都是菩萨夜报成就 所以这个部分应该就是指证 所以狮子评生比丘尼呢 他的菩萨境界所成就的夜报 呈现的种种环境 就等于是说 狮子评生比丘尼呢 他有这么多的功德力啊 所以可以显现在 他可以说法是他自己的这个振报的能力 那他的一报 就是他说法的这个环境呢 也是随着他的这个功德 而显现的非常的庄严 有他的相对性 所以我们说 我们每一个人有这个振报 就是我们的身体 那振报 就是我们直接 我们过去的这一些因 所造的业 那呈现到我们这一次 我们呈现出来的 就是我们的色心恶法 色就是我们的身体六根 那心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理精神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心理状态 包括我们的聪明才智这个部分 那这里呢就是 以善才童子观察的这个环境的一报 那那么都是 狮子平生比丘尼 他的这个功德所呈现出来的 那他的出世善根之所生起 供养诸佛功德所留 一切世间无余等者 如是皆从狮子平生比丘尼 疗法如患 极广大清净福德善业之所成就 所以这里呢 就确实是 一切都是狮子平生比丘尼呢 他的功德所显现出来的 那么他的这个功德 就是他所造的善因 那他所造的善因是由哪一些呢 他出世善根 他出世善根 就是不是我们这种 世间有违法的善根而已 是无所为 而为了度化众生的这样子的一种 善的这样子的成就 而且呢 他供养诸佛的功德 他能够供养诸佛 然后呢 一切世间无余等者 这个是指着 狮子平生比丘尼呢 他有哪一些的善根呢 那我们说他的出世善根 应该就是他在度化众生 然后他自己的心呢 没有执着有众生可度 对不对 那就是出世善 如果我们在这个世间法上面 我们就是去布施 然后我们心里还有这种所得说 哎呀那我今天捐了多少钱 我大概今天 我大概会有来世的什么福报 那我们这个就有所得了 那就不是出世善 我们还是世间的善 因为有 有所得的这个心 那我们如果说 那我们去帮助别人呢 我们就是 因为别人需要 所以 那我们就是随手给他 那就忘了 随手也没有去记 这样子的这种善 我们一定要得什么报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有无所得的心 那就是出世善根 那以狮子平生比丘尼 他度化众生的 应该也不只是世间的 而是能够导向世间 能够趋于善法 然后修行 所以他能够度化众生出世 所以也称作出世善根 就是他以出世的善法 来教导众生 是这样 所以这个呢 是他的功德 然后他供养诸佛 就是能够在学佛的过程里面 不是只为了自己了脱自己的身世 而是能够向往 敬仰诸佛菩萨的功德 那这样子呢 就表示说 在学佛这样的一个目标 他是很明确的 那供养诸佛呢 他的功德就是更大 那一切世间无余等者 可是我们世间没办法跟他比的啦 所以他有这样子的 度化众生的善跟能够供养诸佛的这样的功德呢 那他能够有这样子的业 就是善业 那在他自己本身呢 还能够疗法如幻 看到一切诸法如幻化泡影 就是能够看到诸法的真正的空性的本质 就是一切的这个法都是因缘法 那没有真正的一种自信 所以在这个中间呢 就是他自己本身是自在解脱的 就是在这个世间法 而不为世间所困扰 那他又在这里行菩萨道 极广大清净福德善业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 就是有福德善业 是最主要的菩萨行的部分 福德善业就是表示说 他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 他是清净没有错 可是呢他是在行福德善业 他是很精进在度化众生 在做这么多的事情 可是他的心可以知道说 所做的一切有违法都是 如幻如梦幻泡影 所以没有执着 所以才是清净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表示说 他在度化众生而无众生可度 那就是行一切 行而不执着 他有什么样的这些福德 这样 所以自然呢 他的福德也在其中 所以心经说以无所得 那为德嘛 就是实际上这个德也是无所得 所以因为他有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功德 有这样子的菩萨夜报 所以能够成就他的医报 他的环境日光源这么殊胜庄严 那在四周呢都有三千大千世界天龙八部 无量众生结露此源 所以他所度化的众生也是有三千大千世界的天龙八部 无量的众生 那虽然有这么多的这种这一些来学法的众生 可是呢日光源不显得破窄 不逼迫啦 就大家不会好像觉得很急 那这个地方呢 也不会觉得是太小 所以这个地方呢 它是有这种伸缩性的 所以下面经文说何以故呢 为什么这个园呢 再多的人进去啊 连天龙八部都进去啊 那都不觉得太小 也不觉得互相都挤在一起 这个是因为此比丘尼不可思议微神利固 就是说这位狮子平生比丘尼啊 他的神通力不可思议呢 应该是他可以把这个地方呢 无限的扩大 没有空间的这种限制了啦 所以他是突破这种空间感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呢 是确实是我们世间不可思议的 因为我们世间是有限制性的 我们时间也限制性 空间也限制性啊 所以我们一个地方 能够容纳 就是这个空间而已啊 那再比这个空间大的 我们就真的就挤在一起了 是吧 所以在 这个《维摩节经》里面呢 也有相同的这种境界啊 就是文殊菩萨要去跟文摩节这个居士啊 对谈的时候呢 那么很多佛弟子啊都跟着去啊 因为这是大菩萨的境界 就是要转他们 就是佛弟子们的声闻的这种境界啊 所以去人那里呢 那么就有佛弟子呢 他就会觉得说 哇怎么人这么多 那《维摩节居士》的家这么小 他怎么挤得进去呢 哇他一念头这样子一生的时候呢 《维摩居士》的这个地方呢 整个都空旷起来了 然后椅子也变大起来了 全部那个空间都扩大了 变成好像无量无边界嘛 所以这个好像是《维摩节居士》呢 知道这个他们的心念 然后呢 他也可以随着他的心念把这个空间扩大了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也让我们可以去体会这个世间法 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心的这种有限性 所以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有限的 可是在佛经里面呢 所讲的都是无量无数 所以要发心的时候 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本身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时候 那就是无量无边是这样子的一种境界 所以说我们的心实际上决定我们的境界 所以如果说他是造恶的 所以他就自己变成地狱恶鬼畜生这样子的境界去 可是我们的心要是行善的 那我们就是往天 那能够持戒 那能够保持这样的一种原则的 那我们还可以保持人 那在往上我们修这种去除贪生吃的这种清净型 那就可以身闻 然后了解因缘法 那了解诸法的这样的空性 还可以挣到这种原觉 然后发菩提心 度化终身 那就可以到菩萨 就是有这种悲心的 那能够真正了悟一切诸法的这种真相 无所不知 那这个时候呢 就证到佛了 大策大悟 这种大策大悟是所有的事情都知道 一切的因缘 三世果报 一切过去的种种 未来的种种 就是了知 那这个就是佛 正到这样的境界 所以这些的境界 其实也都是从 我们的心能够开拓 我们有限的这样的一种执着 那从我们自己的贪生之烦恼的 这种黑暗的这样子的滋涨 开始能够去除的时候 才会发现到我们自己的本心 其实我们的本性是清静的 所以六足 那说何其自信本质清静 那这样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 其实我们的心是光光亮亮的 我们的心是无量之变的 那只要我们执着一向 其实就把我们的心包住一向 所以我们就是包得层层 就到最后有时候 我们一个人会觉得心里很烦 那就是我们被一件事情 就好像全部都把其他都遮住了 我们在意一件事情 那就变成密闭 就是透不过气来 所以说打开我们的心 好像开窗一样 这个部分我也是就想到我师父 他就常常一看到我们在房间里面 没有开窗 开窗开窗 他一进来就第一件事情开窗 他说开窗开窗 这个空气才流通 那他有他的意思 他说我们人要开窗 如果我们被我们的事情 就是一直担忧 那我们就没有开窗 开窗打开窗户 让我们心里的这一些的烦闷 要让他能够流通 不要被我们心里的这些事情 就是障碍了 那就没有开窗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狮子瓶身 比丘尼 他这边就是他的这种一报 那么是从他的这种菩萨夜报成就 那是由他了悟诸法的这种本性 那能够成就菩萨的广大清净福德善业 这样子的不可思议威神力来成就的 那这样子高的境界 我们还没办法真正的去领略到 那也还没有做到 那不过呢 我们就是从我们的境界去体会一下 我们是看到我们被遮障的这个部分 那尽量能够打开 保持新的一种自在 唱通 其实有一件事情 我们一下子很生气很烦恼 可是呢 我们尽量把那个生气烦恼的时间缩小一点 缩短一点 让他再恢复一下我们新的这样的一种开唱 下面呢 就是善才同志呢 他继续观察 他还在观察 他就是在这个日光源 已经到了 然后呢 他还没有去觐见狮子平生比丘尼 那前面的地方 从一报 然后再来 就是显现到他的这种地方的 这种不可思议的这种原因 然后呢 再来他就看到狮子平生比丘尼 就是他把他的注意力呢 放在狮子平生比丘尼身上 那看到他呢 片座一切珠宝树下大狮子座 这表示说 这位比丘尼呢 他有分身的 化身的能力 所以呢 每一棵树下 都有这种 这种装饰 所以称作珠宝树 有 庄严的这种 这种宝 珠宝装饰 那么他所做的地方呢 都是狮子座 就是有 好像说法台这样子 所以等于是说 每一棵的树下 都有他在说法 那 他的身相端严 威夷极境 就是 非常的 长相庄严啊 然后呢 他就是 看起来 他的外貌呢 是非常安定的 沉静的 珠根条顺 珠根条顺 那这个呢 应该是从外表看出来的 那外表看出来了 可以看到他的珠根条顺 珠根是属于 眼耳鼻舌生意 六根 那这六根条顺 那就表示说 他的这个外貌 非常的安静 让人家知道 他的心也非常的静 那我们看看 如果一个人 他心里不安 我们看他的眼睛 好像一直扎 一直扎 一直扎 所以他就知道 他是心不安定 或是他心里在想东西 那他的这个外表 能够看到他的珠根 外表 真的是很沉静 他的眼睛 这个鼻子 嘴巴 然后整个人的那种 肌肉一定是很放松 有时候我们看到 人紧张的时候 我们的肌肉也会抖 对不对 是啊 这僵硬的 像我们刚刚开始静坐的时候 我们坐下来 我们真的觉得 我那个眼睛开始松了 我的鼻子 好像也畅通了 然后嘴巴 牙齿也松了 肩膀呢 也是垂下来 真的是这样 那我们平常 一整天真的 你讲话 我们用我们的心 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人是紧奔的 所以我们常会觉得 为什么肩膀这么硬 好痛好痠 就是因为我们在 做事情的时候 我们全身紧张 心也没放松 所以一到了静坐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如果我们没有时间 多静坐的时候 那我们身体真的容易就僵硬 所以 身跟心是一体的 所以我们说 向随心转 这个相貌可以看到的 那这个地方最重要的是 猪根调顺 六根眼耳鼻舌身意 都非常的安静 那眼根要调顺 就是说 当他在看事情的时候 他的心也自在 看到喜欢的 他的心也还是很安定 看到不喜欢的 他的心 也不会就生气 所以六根眼耳鼻舌身意 实际上是五根 在影响我们的一根 所以叫做我们是 五根就好像五个窗户 那一根呢 就是这窗户里面 所影响到的反应 所以我们眼睛看到 耳朵听到的 鼻子闻到的 身体触到的 嘴巴尝到的 那我们的心都会起反应 那在反应的时候 我们就有动态 那尤其在有情绪 在有贪生吃的成分的时候 那我们呢 可能就表现在我们脸上 喜怒哀乐都在脸上 那这个时候就猪根不调顺 那这个地方猪根调顺的表示 他心里是非常的激进 最主要的是他的心极静 所以猪根调顺 那这里呢 还有一个形容说 如大象王 就好像大象的象王 是这样 在佛经里面啊 我们中国佛教 特别有一个名词说 龙象 就比喻说 哇在佛教呢 里面呢 对佛法的修行 那非常的用功 那他自己本身呢 就是有智慧 然后呢 真正的为佛教努力 奉献 有影响力的 我们说是龙象 大法师 那为什么用龙跟象来比喻呢 那我们说 在动物里面啊 这个龙应该是最神奇的啦 很少人见到嘛 所以稀少一跪 然后龙又好像有一种智慧 是吧 所以我们中国人也是说龙的传人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对这个龙就是很向王的啦 那象呢 因为啊 这个象在所有的动物里面啊 他是动作最为稳重的 你看那个象四肢脚 抬起来放下去 砰 放下去砰 这样一步一步走都是很稳重的 这表示说他是很稳重的 很安定的 是这样 那在经文里面也有描述哦 这个象王啊 这个象啦 他有一种很特殊的这种动作 就是他如果要转身的时候啊 头跟身体一起转的 他不会说只转一个头啊 所以 我们以前在教导这个威仪的时候啊 也是有这样 说你要看右边啊 你要整个人这样子转的 不是这样啊 啊啊啊 这个头呢 随便转啊 轻浮就是这样啊 他说表示我们的心啊 就是没有很稳重 那如果很稳重的时候 人家叫你一声 从后面叫你一声 你说啊啊 啊头这样就转过去了 他就很轻浮 他就像啊 整个身体这样转过来 那这表示我们的身体呢 是整体性的 是这样 所以那个象啊 他是有这种特殊的这种习惯的 所以我们有观察到了 所以在佛经里面呢 特别用这个象来表示一个人的稳重 他的举止动态都是一个动作跟他的心都是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举手投足啊都能够专心一意 我们的手走到哪里 用到哪里 我的心就跟到哪里 是这样啊 有时候我们就是容易慌慌张张啊 对不对 走路的时候又踢到东西啊 那就是表示我们心不在焉啊 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啊 因为是特别在形容 狮子平生比丘尼的这种稳重 所以从他的外貌来形容 从他的威夷极境来形容 那表示在他的诸根是调顺的 然后最后用象的大王 大象更大的象更稳重 他的王那就等于是象里面的最稳重的一位 这样子来形容狮子平生比丘尼啦 然后呢 从他的外貌以后 再来形容他的心无构着 心没有构着呢 就是没有任何的贪生之烦恼啊 妄想啊 杂念啊 所以他的心是清静专注 一念的 好像是清静词 清静词呢 就是没有看到任何的这一些的泥水啊 可是水是很清的 没有没有这种染污的成分啊 就可以清澈见底 那护持境界不可轻动 如须米山 所以这个地方呢 因为他是比丘尼 那在佛教里面 比丘比丘尼都有 就是戒律啊 戒条啊 所以呢 强调护持境界 不可轻动 就是不会违反这些戒条 所以好像须米山 这样子的安住 就是没有随便去违反 那能处众生 那能处众生 诸烦恼热 所以 先从 狮子比丘尼 他自己本身的外观 然后他 诸根调顺 然后到他自己的心 是非常清静的 然后再来就是他 度化众生 那 主要的呢 就是能够让众生 能够消除烦恼的这种热恼 就是贪真之烦恼啊 会让我们人的心呢 就是 不动 因为 我们为什么要去除贪真之烦恼呢 因为等于是 贪真之烦恼等于是我们众生的习性 那我们的习性呢 是对外境的这种 喜欢或是不喜欢这样的执着 那有这些的执着呢 他就是让我们的心就不安定 所以为什么说 我们学佛要从戒定会开始 那戒呢 他就是让我们的心 基本上 他是先保持一个平等的心 有一些不对的 不应该做的 那 从我们基本的不杀到淫忘酒 从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诡犯啊 就让我们的心呢 就慢慢的呢 就没有这一些的动态 这一些会让我们的心不安啊 会起伏不定 那有这样的起伏不定呢 我们的心呢 就好像是热火在煎熬一样 所以用热来形容烦恼 那他能够度化众生 消除这一些烦恼呢 主要的应该是 他也能够说法 让众生了解这一些的这种 烦恼的坏处 而愿意呢 就是去除 自己的贪生之烦恼 那另外呢 就是众生见者诸苦消灭 就是他本身呢 也有这种 神通力 可以让众生呢 一看到呢 就能够消除这一些烦恼 一看就清凉这样 所以说见者不空 能长一切 种善根芽 就是说 看到狮子平成比丘尼的人啊 他都不会空过 就是不会没有功德 就是一看到狮子平成比丘尼 就有功德 就是一看到他 就能够长一切种善根芽 所以不是说 如果我们能够见到佛呢 我们也得到 主要是有佛的加持啊 也得到善知识的加持啊 那还有每一位善知识的 大菩萨的愿力啊 他们愿力 如果看到他了 就可以消除己事的业障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因为是他有这样子的愿 那当到他修到有这样能力的时候 我们见到他的 就有这样子的利益啊 所以这些呢 就是诸大菩萨的愿 那显然呢 就是狮子平成比丘尼呢 他有这样子的愿 所以有这样子的实质的作用 所以众生见到他 就可以消苦 那再来呢 下面又介绍 狮子平成比丘尼呢 他在说法的时候 在一一做与会不同 那就表示说 那这些 要去听闻狮子平成比丘尼的 那可能呢 他们就会去他们自己 适合听闻道的法这个地方呢 所以等于是他的画线 主要是对不同的种 那可能这一些 这个听众可能他们自己本身呢 也有一种物以类具这样 我们都是同类的 我们都会在一起 那在一起的时候 那这位比丘尼就画线呢 就为这一群的人说法 这样 所以呢 他为他们所说的法门 亦各差别 或见楚座 敬居天众所共围绕 大致在天子 而为上手 那此比丘尼 为说法门 名无尽解脱 这个地方啊 就是一个一个来举例 就是有哪一些的这一些群众 那或呢 就是有的 就是有这一棵树下 那么狮子平生比丘尼 他就画线 对这个树下的这一些群众 那这个群众有的是什么呢 是近居天的天众 那近居天呢 是等于是社界天 我们说三界嘛 那我们所处的是玉界 那玉界呢 因为还没有禅定的功夫 那这个贪生之烦恼很多 那到社界的时候 因为有禅定的功夫 所以呢 他就属于这个天界了 那近居天呢 是社界的第四禅 就是修到有四禅的这个禅定的功夫 就是他可以没有这种喜乐而能够专注一心 那近居天又是在这个第四禅天的租天里面的其中一个天 那这个天呢 因为他不只是有禅定 而且他有这种去除这个贪跟称 那所以他有证到三国 三国是叫做欧乃韩国 就是他到我们这个世间呢 不用再来 欧乃韩 就是不用再来 那他就是在近居天呢 就可以证到欧罗汉国 是这样 所以这些呢 等于是已经快要证到欧罗汉国的 这些的这种修行人 那他们呢是在天界的 那这些呢 他们就是在一区 那以大智在天而为上手 是近居天的大智在天子而为上手 就是他是好像当作领导的人这样 那么 世子平生比丘尼呢 他就为他们这一类的天众说法 那祸见楚座 就是又有哪一类呢 又有一类是叫做 是属于第十地诸菩萨所共围绕的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是用这个 就是一个简要本 那这个举例里面的其中这几项 那有的是已经快要证到欧罗汉国的 那有的是乃至是菩萨的 我们说菩萨二十五阶位 十信十住十行 然后十回向 然后才到十地 那每一地每一地的这种层次不一样 那能够证到十地的 那就已经是 这个菩萨的这个果位是相当高的了 因为经过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 他就已经是有着度化众生 然后到十地 那再来能够经过这十地的话呢 就最后两个阶位就是等觉庙觉 再来就到庙觉的话 他就是等于是可以作为补触菩萨 补触菩萨就是下面一位成佛的 所以就是像我们现在说的弥勒菩萨一样 他就是补触菩萨了 他已经是等觉到庙觉了 那就要成佛了 所以菩萨五十二阶位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表示呢 狮子平成比丘尼 他外表是比丘尼相 可是呢 他是大菩萨的境界 所以他所度化的说法的对象呢 也有这个三国的 那也有呢 这个菩萨乃至是十地菩萨的这样子的对象 那为十地菩萨所说的这个法门呢 就称作吴艾伦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对照前面的是无尽解脱 应该是能够让这个 静居天众呢 能够再进一步到 就是贪生痴烦恼都禁掉 禁除而征到欧罗汉谷 那这个十地菩萨呢 能够在度化众生而得无碍伦 那善才同志呢 见如是等一切诸去所有众生 所以这个地方呢 等于是说 善才同志在旁边观察 那这个部分呢 已经是有 比丘尼说法的这一些内容了 那所以呢 他看到比丘尼呢 为这一些不同的对象 而说不同的这个法 所以他就是看到这一些的现象呢 这一些的众生里面呢 有的都是以成熟 以调伏 堪为法器 揭露此缘 就是这一些的对象 都是已经成熟 就是能够调伏自己的心 所以下面就是说 以调伏者 就是能够了解佛法 然后了解我们众生的习性 而能够转化的 就是成熟者 然后真正能够调伏我们的心性的 那就称为堪为法器 所以说在学佛的这种根器里面 也就是说它是真正可以学了佛法以后 能够去度化众生的 这叫做法器 能够承受法 然后又能够把自己当作一个好像要度化众生的这样的一个器具来使用的 它叫堪为法器 所以揭露此缘 所以日光缘是狮子平生比丘尼说法的地方 那能够来这里听闻佛法的 接受狮子平生比丘尼教导的 那就等于就是要学菩萨道的 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受教 所以各于坐下围绕而坐 就是每一个树下就有不同的这一些听法众 然后狮子平生比丘尼为他们说不同的法 所以经文又继续介绍他所说法的原则 所以说随其欲解胜裂差别而未说法 随其这个欲就是这一些听法众 就是每一个区每一个树下 那么这一区的众他们的欲解 就是他们希望能够了解的是什么 那依照他们自己的根器 他们的根器 他们是属于哪一类的 所以前面我们说也有近居天的 那有的是正道三国的 那有的是菩萨的 那这样的话因为他们的根器 就是胜裂不同 胜裂就是他们自己本身所正道的 这样的一个境界也有次第差别 所以就为他们说对应的法 那令于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得不退转 就是比丘尼他自己本身最终的这个目标 就是还是要引导到他们 能够对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发心而不退转 就表示说不管是任何不同的这种境界差别的这种根器 那最重要的还是要让他们能够发心 要能够以正道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为目标 那这种的这种趋向不退 就叫做不退转 是没有退这个心 那此日光源中所有菩萨 他急诸众生皆是狮子平身比丘尼出劝发心 受持正法 思维修习 于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得不退转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告诉我们 就是说 原来呢 狮子平身比丘尼所度化的这一些 不管他们的根器如何 其实这一些的对象 都是狮子平身比丘尼 从一开始就劝导教他们的了 所以这一些都是狮子平身比丘尼度化的 从一开始就是他度化的 所以一直在带领他们是这样 所以不同的根基 不同的这样教化带领他们 所以受持正法思维修习 所以这个是文师修的过程 所以他们呢 也都是这样子在精进努力在修学 已经与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得不退转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对应前面的 就是说狮子平身比丘尼是这样子教导他们 所以他们也都是真正对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没有退心 那这个时候还是善才同志他自己对狮子平身比丘尼的观察 所以从环境然后所度化的种 还有狮子平身比丘尼说法的这样的一个大概 下面他还是在进一步介绍善才同志他看了这样以后 他要开始要去向狮子平身比丘尼去请法 所以这个时候就在描述一下善才同志的这种心理的这种想法 所以经文就描述说善才同志见狮子平身比丘尼 如是圆灵如是床座 他的整个日光圆 还有床座就是他所坐的这个狮子座 这个床不是指着我们睡觉的床 这个床是古代就是形容座椅的意思 因为我们中国人本来没有这个椅子 所以我们说这是床座 这是这个西域地方传过来的 那如是金行 就是他带领了这些众生 这些的众生他们所度化的这些对象 他是在那里修行 那如是众会所说法的这一些的不同的这种对象 那他所使用的神力如是变才 他有这个神通力才能够化现无数来教导无数的不同的对象 那如是的变才 就是对不同的对象还可以讲不同的法 这个就表示变才无碍 这个变才并不是说去跟人家辩论 而是说他说法能够种种显现不同的法 这叫变才无碍 他的变才无碍是不同的对象可以说不同的 所以他可以说法自在运用 然后复文不可思议法门 那这个地方是属于变才童子 实际上他这样观察的时候 他应该是好像也去一一的听闻 狮子平生比丘尼所说的这个法 所以他也听到这位比丘尼所说的这样的法门 不可思议 广大法云论则其心 所以他在这样子观察听闻的时候 实际上他的心也受到 狮子平生比丘尼的这种说法内容的滋润 所以他觉得说 他对狮子平生比丘尼的说法 是非常的有感受 所以他变身此念 他说那我应该怎么样 又落无量百千渣 那我应该去要绕着狮子平生比丘尼 这个我们说有绕塔 绕佛 实际上在绕的时候 就是要我们意念佛的功德 意念塔的功德 让我们的心也安定 然后对于我们所绕的这样的对象 要生起静 生起仰慕 思维其功德 所以他要去绕狮子平生比丘尼 就是他要去尊敬 要来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示 对狮子平生比丘尼的仰慕 马上就沟通了 善才童子才起意 这个意念 这个狮子平生比丘尼马上回应 就放到光明来接他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善才童子就看到他自己的自身 跟这个圆灵中的所有种树 全部都在绕着这个狮子平生比丘尼 就等于他才要去绕狮子平生比丘尼 狮子平生比丘尼 就已经用这个光明来接 善才童子来绕他了 所以马上得到 这个狮子平生比丘尼的这种加持了 你不用过来 我就让你来绕了 而且不只是善才童子自己在绕 整个树林 就是随着善才童子就绕着这个 狮子平生比丘尼 结果金鱼无量百千万渣 那他说我要绕无量百千渣 就真的就全部就绕起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 就等于是狮子平生比丘尼 他主动的就已经 接了这个善才童子来 他的这个身边了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 狮子平生比丘尼的 不可思议的神通力 所以这个时候善才童子呢 他马上就是在围绕完了以后呢 他马上合掌 就是狮子平生比丘尼呢 让他绕了无数的这个百千万渣 就停了 停了以后呢 善才童子 他也是反应很敏感 一停了马上就有动作 就赶快呢 合掌 就站在狮子平生比丘尼前面 他就说 圣者我已先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而为之菩萨云合学菩萨行 云合修菩萨道 我闻圣者善能又会 愿为我说 所以他这个时候赶快 趋钱呢 就是请狮子平生比丘尼 教导他 从发了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以后 怎么样子来修菩萨道 怎么样子来行菩萨行之间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他向狮子平生比丘尼求法了 那当然这个部分呢 是接着是狮子平生比丘尼会教导 善才童子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等下一个单元再继续介绍 那我们就先到这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我们也把我们所听闻 然后学习的功德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稀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菩提心 订阅 转发菩提心 启点赞 订阅 转发菩提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甘露诗时佛前大贡 恭请常驻法师领众 日期111年2月4日大年初四 2月5日大年初五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慧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屏东庙云寺高雄生命书方联合举办 消灾祈福法会 祭礼拜弥陀宝灿 护生蒙山诗时 恭请赞山法师赞江法师赞同法师 共同组法 日期2月6日正月初六 星期日上午9点半 地点屏东庙云寺 屏东县万丹乡新安村大兴路175号 恰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灾法医 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从前有位仙人独居在山洞里 常静坐修行和读诵经书 有只野狐藏在仙人山洞外附近觅食 洞口而濡目人之下 竟也学会了人类的语言 他自认为自己是智力最高的万兽之王 从此 野狐到处攻击其他的狐狸 没过多久就成了野狐之王 他的头脑及野心 又陆续让许多猛兽都沉浮在他的领导之下 不久 他真的成为森林里的万兽之王 他心想 我该考虑娶一个压寨夫人了 野狐便决定 只有人类的公主 才配得上他这万兽之王 直接带领他的万兽大军 下山将将以王臣整个包围了起来 我是万兽之王 快把你们王国的公主交出来 给我当压寨夫人 否则我一声令下 我这手下的万兽大军 绝对会扫平你们 国王召集了群臣 一起商议对策 其中一位大臣沉稳地说道 我认为这只狐王只不过运用了一些诡计 让那些野兽暂时沉浮于他 我们也用个计谋 让他露出真正的面目和实力 请大王直接向他们选战 但是要求他们 不要让狮子在开战之前吼叫 那个狐王听到我们这么说 一定会以为我们害怕狮子 反而会故意要求狮子先行吼叫 听到了雄壮威武的狮子吼 就算是那只狐王 只怕也会吓得心惊战 国王一计行事 野狐果然重计 命令狮群提前吼叫 然而提到群群终于吼叫声 野狐竟然真的吓了一大跳 一不小心就从大象背上摔了下来 当场摔成了重伤 狮王率先倒地 群兽也都饥荒失措地四处奔逃 转眼间整个万兽部队就溃不成军了 有时候孩子会出现偏差的企图心 例如孩子的领导欲会偏差成控制欲 又如他的需求较高 求之不得时会采取不正当手段 获取需求等偏差行为 所以父母亲一定要随时对孩子的行为 有所深入的了解 才能适时的应对得当 在必要时初以援手拉孩子一把 佛教里有狮子吼一词 原因是狮子为百兽之王 佛亦为人中之至尊 称为人中狮子 故有此评论 且当佛说法时 菩萨起勇猛心求菩提 佛亦无畏因说法 如同狮子之跑吼 因此后世一般多援引 佛典中狮子吼一词来形容秉持正义 排除异端 于大众之中大声做激昂慷慨之言论